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韦杰 我在建筑业界 各个建设公司与营造厂 已经有将近20年的工作经验 所以带的课程也是以建筑为主 我们这门课程叫做 Orocate动态图块室内建筑应用实力 课程中 我会带各位陆续做 室内建筑方面的动态图块练习 各位看一下这个床 点它 我可以利用可见性让它切换成单人床 双人床 这个也可以利用可见性 切换两人座沙发 还有一人座沙发 那我还可以拿来做对齐 对齐 我也可以再切换成两人座 三人座沙发 还有这个门 可以拿来做翻转 这个门可以旋转 这个是立面的符号 我可以拿来旋转 也可以拿来加参数表 例如说我90度 我要180 270 这样 这个柜子 我可以拉伸 拉伸 我也可以切换 高柜 海柜 这样 这个衣柜 我可以做 拉伸 翻转 也可以做 拉伸 旋转的动作 那这个厨具呢 我可以做拉伸 翻转 旋转 洗手台 一样可以做拉伸 翻转 旋转 这个门 我可以点它做拉伸和比例的调整 那这一个小白地灯管 我可以去拉它 然后旋转 这一个是个灯具组 我可以从这边 找我要的砍灯 铜灯 和吸灵灯的变化 这一个是 瓷砖基准点的符号 我可以去调整它做旋转 我也可以把它换成 一个箭头 两个箭头 三个箭头 四个箭头 这个桌椅组 我可以做拉伸 和正列的动作 这个窗户 我拉伸 其实里面掺杂了距离倍速的一个概念 我也可以拿来做旋转 这个窗户 我还可以特别给它做翻转 你看里面这个门扇 它可以做翻转 逆面窗的部分 我也可以拿来做拉伸 也可以翻转 这个有气窗的部分 可以跟着拉伸 可以跟着拉伸 也可以翻转 这边双开门还有单开门的部分 我们等于是综合了各种拉伸翻转旋转比例和参数表 结合的一个最后一个的做法这样 这个就是参数表 这是双开门的 那单开门的也是一样 都可以翻转 都可以旋转 刚才所看到的范例 我们在课程中都会陆续接触到 而这门课的教学重点是 轻松学习动态图块的制作 而且都是以室内与建筑的图块实力进行操作练习 约有30多个范例 而且呢 这个是由简路深循序渐进认识对齐翻转旋转线等参数相关联的动作 上完课你将学会图层颜色线形等性质对于图块制作的影响 还可以学会更名图块与另存图块 另外还会活用翻转旋转线性等参数 线性参数内涵的阵列拉伸比例这些动作 我们还会学习制作到沙发组、床组、灯锯组、单开门、双开门、窗户、储具、桌椅组、柜子、衣柜、洗手台、小白地灯管等动态图块 上课前 你应该具备Alokey 2D的基本操作能力 有学过图块的制作 当人最好 出现了 在这里 1.0 2.0 2.0 1.0